首先今天的房地产大人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新一代包租婆洪怡芳的故事 洪怡芳是青年急身 曾经创办服装品牌 一额冲破上亿 但后来却因为疫情 业绩暴跌只剩四成 但她却因此转当房东 果真发现了新商机 当时她租了一间华夏 花了三十多万重新整理 让租客一卡皮箱就能入住 那么这次的成功 让洪怡芳开始有信心 2021年她经营起贡神宅 如今已经租下了 七十多间的华夏公寓 有三百多间房屋出租 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级包租婆 可爱吗 可爱啊 奶油风 这是奶油早餐风 奶油色细油漆 搭配浅棕色沙发 白色地毯 我们来看一下餐厅 我现在吃早餐 然后这个墙高高的 就是会可以隔绝 在这边吃饭跟在那边看电视 两样不会互相干扰 利用矮墙隔出空间 打造舒适的用餐环境 两房两厅一味 不仅客厅有沙发 餐厅有餐桌 厨房有瓦斯炉 房间也有双人床衣柜 这里不是旅馆 也不是民宿 是要出租的房间和空间 很多台北的这个家里 都没有就是租的房子 都没有家具 所以他开始要去住的时候 他就需要花很多钱 我就想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机会 让他们完全一卡皮箱就可以入住 另一间公寓三房一厅一味 走的风格带点禅艺 一间房月租一万两千八起跳 跟一般分租套房不同的室友 陌生室友要共同生活 这样的租住 他称为共生宅 那时候我就去市场看一下 发现百货公司完全没有人 但是到了特立屋的时候 竟然排队 所以那个大部分人呢 在疫情的时候都在干嘛 他们都在整理家里 然后或是说 想把家里弄得漂亮一点 我就发现说 这maybe是一个市场 他是共生宅创办人洪怡芳 原本是服饰品牌老板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业绩大跌 反而在这个时间点 让他看到居家商机 会选择从租屋市场切入 是因为身边同事 因为在疫情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同事 他们都住在那个分租的套房里面 然后呢煮泡面的时候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枕头里面都还是泡面的味道 不只要住 还要把公共空间 把市场上看到的痛点 一一记下来解决 因为呢这个租屋市场啊 它一直都是不对等的 你怎么说呢 因为屋主呢 他们不想要花钱 在房东和房客之间看到商机 洪一芳先在台北市内湖 租下第一间30多坪的华夏 试水文 那第一间呢 我们找到的是一个非常小的房子 然后屋况蛮好的 还附了四台大精冷气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很不错 那很快的 可是那地点 其实离捷运站可能还要10分钟 有了成功的第一间 洪一芳很快复制模式 第二间 第三间越来越上手 2021年开始经营 如今手上房源已有80几间公寓华夏 300多间房招租 手上物件都会先美容 再让租客一卡皮箱入住 那这边现在是要怎么样设计 就是一个餐桌嘛 一个餐桌 我们就会换个吊灯 然后这个吊灯很可爱哦 因为 它跟这个墙面非常的符合 最新物件是台北市龙江街 原本老公寓三房两厅两位 经过软装师 巧手打造 变成处处可以拍网美照的美宅 但物件多了 碰上的问题跟挫折 也随之而来 那这个室友呢 她说她是大夜班的 她不会带女朋友回家过夜啊 听起来真的很合理 她除了晚上不在之外 白天全部都在 处理室友之间的冲服 成了包装代管事业中 最耗费人力的成本 光是生活公约 生活习惯 要找到合适的人共居 就让洪一方伤透脑筋 我们今天不是只有对这个室友 因为我们是一个共居的嘛 我们其实保护的是其他的室友 因此想要入住共生宅 得先上网报名 洪一方发展出的商业模式中 其中一环就是过滤 而坚持分租的原因 是能够持续管理 掌握房屋状态 连带的服务还包括家电保修 环境打扫以及丢垃圾清洁 想出这样一条龙经营 洪一方没有相关背景 靠的全是经营女装电商累积的 经验养分 这个呢都是 因为你知道吗 阿翠还刚上架 女装事业从5000块 一个月滚出15万 经营8年 营收冲破1亿 但会跨入这一行 其实是因为一场大病 从托福也是考十几分 一直考到托福102分 是很拼命的这样读 太拼命了 然后身体出问题 对所以我在出国的前两个礼拜 机票都买好了 要去办美签了 发现自己得癌症 所以那时候我老公就 我那时候男朋友 现在老公就自己出国了 我就自己在这边治疗 人生瞬间跌入谷底 存款也因为念英文花光 不敢再跟母亲开口拿钱 洪一方拿着仅存的5000块 决定赌一把 因为我第一个月就做15万 那很多人说 为什么可以做15万 这你一定骗人 怎么5000块可以做15万呢 这怎么样都想不通啊 因为以前呢我们在雅谷拍卖有一种东西叫做预购 挑选的女装受欢迎用钱滚出更多的钱 女装事业蒸蒸日上 我自己从小是在夜市长大的 所以我三岁就开始做夜市了 三岁就我就去帮忙摆摊了 所以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害怕人 或是很害羞的人 或是套房的点击跟亚房的点击就差一倍 所以比较少多人看套房 比较少人看亚房 这个慢慢的你就会从这些数据 因为我们以前做电商的嘛 电商就是看不到客户 我只能从平台给我的数据去解读 客户想要什么 15年的电商生意经 没想到也在房地产找到发挥空间 我说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住出来像咖啡厅 而不像住家 我说就像女生买衣服一样 你以为女生买衣服是买衣服吗 女生不是买衣服 女生买的是可能会变漂亮 把房屋打扮成令人向往的居住空间 这就是洪一方的魔法 我是从装修小白开始的 最重要的是两种师傅 这两种师傅会跟我们时间最长 第一种师傅叫水电师傅 第二师傅叫做油漆师傅 第三个就是我的设计师 我的设计师是我做女装的同事 走起 一二三 go 发现没 洪一方擅长与人交际 也很会找商机 尽管人生因病低潮过 也没有被病魔打倒 如今包租代管事业越做越大 未来还打算发展到六度 现在人就是太短视了 就是说我们永远现在努力 明天就想要看到成果 但是我们永远低估了十年的努力 因为我们这十年来 我就发现说 真的这样累积下来 我都没有想到 大学时代的洪一方 可能都没有想到 他现在会是这样子 十年某一件 洪一方花了十五年 又在房地产找到新的契机 为自己的人生开创了另一个故事篇章